我想的跟播出来的不一样 就我想的是因为我在记那些舞蹈动作嘛 我能记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我想把那个舞蹈动作的那个力道给它发出来 结果播的时候看 力道也没有 然后劲全在脸上 哈哈哈哈 嗨 嗨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 但我 但我内心想的又不是这样 你想的是那样的 那你也是直到播出才指动的吗 啊 我不知从热搜啥 哈哈哈哈 和大家对我的一些就是 嗯 关心 关心 那对 也会在评论里面感觉到这些我确实是做得不好 我就确实是 就改就别轻易 就还是努力做好自己擅长的事就行 嗯 嗯 嗯 你没找过你吗 披荆斩棘 我还好 我就是怕练舞 你跳舞吧 你就 我感觉我不是太适合跳舞 你你去吧 我我不适合你 你也可以 不是 他有的舞台是那种 我看不是那种表演的 故事性的 大伙站着唱的 我看也看过 别得给他劝上去吧 没有 对不起 没有 就开玩笑 绑架 绑架现在 哎呀 但但唱的也压力大 我就是唱就也没唱好 那你这个新歌是换快的还是 呃 是一一比较古风偏RM又又RM RMD一点点 什么什么什么 没RMD 卡迪儿的干什么 比较比较比较 叫风吹过 风吹过 对 你不是说你有那个技能 就是什么一听这个歌名就是 我我有时候在家就是无聊嘛 我就自己跟自己玩游戏 我就是比方说 我一听到比方说这首歌 我就会想它的调是哪个调 然后我试过几次都是准的 是吗 哦 还能这样 给你一个歌名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调 对 但是可能要我熟的歌 啥叫你熟的歌 你熟你就知道它啥调了 还用擦一首 就是让我们荡体双奖 是什么调 然后你就 对 对 那我也知道 你说的是key吗 key 对 就比方说 飞过开始 这个可以展示吗 比方说毛老师的一婚一素 哦我都说不上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自己不知道 我得多多听一下 他们开始了 已经闹了是吗 已经闹了 已经闹了 这真是外好像看热闹 那好像挺闷的 哎呀还挺厉害的 哈哈哈还挺棒啊 我尝尝是不是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哈哈哈哈 再来一个再来 这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再来看 那个啥呢 好久不见 哇好久不见 这挺难 这一般都找找调 我来到你的城市 我不对 哈哈哈 修备有点偏长 对就是有一些歌 我可能就是 听的多的 感觉就是肌肉记忆 你这样你还准备什么呢 你就什么 哈哈哈 你就你就多说说的 我们就好好好 要不然我们也着急啊 你看 呃 死亡的爱不灵力 坚持不痛快 看看啊 这我觉得有可能是 哎对了对了对了 投原调 再来一个 我们再来一个 我想到一个 修炼爱情 照原调心的心 三 学会往前的渴望 差不多啊 对吧 对对对 因为这毕竟是他自己 也是说的 也是 来一个 你自己的歌可以吗 自己歌反而还不行 啊 就是我觉得是个很无聊的技能 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弟在家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会这个技能 然后他猜得准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也有 他是强于你吗 这个技能 好像比我强一点 你这样毛老师是不是有发新歌了 是 哎呀 哎呀这么巧呀 不要你说为啥聊这话题 啊 哎呀你看 你这样 不论呢 怎么 对对 我合计你自己能 我来我来我 不好意思 我说我说我说 这是一首是 什么类型的歌 哎呀是一首 发力章专机 哦专机 那今天有一首歌是那个跟今天上线的 他是一首小狗视角的写的一首歌 能放吗 我给咱们听 能放 但是我会有点尴尬 你还没发 假装干着别的 对 行 那我们先聊聊武艺哥那个风吹过 他这样已经发了对吧 对发了 他是那个要不先放你的 完了 哈哈哈哈 也行 你这样你们都要不先放我 哈哈哈 咱们那个先把风吹过给那个 听一听 哦来了来了 啊 欢欢快的 呃比较 阳光一点的 我阳光啊 哎呀 哎 那个是亮的 对啊 就是稍微甜一点的 对 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 嗯 那是我们听 我们先听 你这 你这个演唱会要唱多少首歌 唱二十首 哎 我不是演唱会 我是很小型的 Live House 对对对 那种氛围特别好 然后这歌会放在哪儿 会 也会唱 会放在中间大概 嗯 好甜美呀 这个歌 听完心情很好 哈哈 这蛮好吃的吧 不要 不要 不是他也躲不过 你 你也逃不开 哈哈哈 你跟你弟在家会聊这些音乐 会 会聊 真的 对 但我弟更多的他喜欢R&B一点 我喜欢曼歌一点 嗯 那你俩会互相点评对方的歌吗 他会让我来 给点意见 我也会给 就是 也会要他给我点意见 我记得最有意思就是 有一次 关于毛老师 有一个 我和我弟 有一个很好笑的对话 就是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最近听到一首好好听的歌 是毛不易的歌 毛老师的歌 嗯 我说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三菜一汤 哈哈 三菜一汤 三菜一汤是什么歌 我说不会是一魂一素 我平时是三菜一汤 他把生活标准提高了 马上提了一提 按自己的需求 找了一个key 发现歌名被记错 我有一首歌特别容易被记错 就是那个一城山路 嗯 不知道为什么 一城山路 一城山水要来老计 一路山城 一城山水 什么就是 我就不知道为啥 因为一城山路它是一个词啊 嗯 为什么能记错 但一城山水也很像一个词 是 那一路山城是啥 我想 反正你听 我听到后几个楼盘的名了 哈哈哈 嗯 来到你了毛老师 放一放吧 咱这小狗温过去放一放 放吗 快点 哥你最近有没有新歌什么的啊 你想听的网上都有 我自己都不敢听 就有一个眼睛阳是吗 对眼毛 有一肩睫毛 没了吧 也没 哎 我每次弄到眼睫毛 我都会许愿 是吗 还有不你这阳光少年 你能唱这少年感的歌 你说我怎么愿望少呢 我这个扒了没了给 开始了 嗯 开始了 我下点手放 放这儿吧 哈哈哈 我想夹一下 但是我们感受到了 夹不住了 哦 你这挺阳光啊 对 你也很阳光 哎呀呀 好治愈 谢谢 我现在已经 浑身发麻了 对了 羞耻 我很少在清醒的状态下播放自己的歌曲给大家听 对 我能理解 你现在播我唱跳我也受不了 那播一下子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发现就 我不是这个气质 但你是治愈的 你不用走阳光可爱的路线 因为我想说小狗嘛 小狗还是有点儿童的那种 但小狗也有那种温和的 甜淡的那种小狗 每个每个狗都不一样 反正我觉得我不是最适合唱这个歌的人 可能 如果可能是 孙月盈会更适合 可能孙月盈会更适合 那他是那种小狗 他是 孙月盈唱他就是每天在家里跑来跑去那种小狗 你可能是在你每天在家就是 看看夕阳的那种小狗 但是制作人就是 黄老师还说呢 说那个能不能采样一下 袁宝的叫声或者啥的 我说他也不叫啊 他就 对 哎呀哎呀 哦 毛蚀忘了忘这是他 哎呀马蚀忘了 哦 所以你就是与他的事件写的 跟他可能有个关系 这是我 哎呀呀 人生中唯一的狗 人生中唯一的狗 有那么复杂的语言 总是在交谈 很少互相听见 人类好奇怪 有点人来风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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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人来风 她们发明床天 她们发明床天 人后发明失眠 我发明失眠 就是我是不爱发脾气 那你容易生气吗 你也不会生气 对不不生气 就就很少生气 因为我喜欢快乐的感觉 哎呦 我们也喜欢快乐的感觉 我们控制不住愤怒 你是快快真要细聊的 对啊 我也我们也喜欢快乐 但是控制不住愤怒啊 就是很多时候我不喜欢计较 愤怒是因为计较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那什么事你真正生气过吗 有我肯定有 什么事你会生气 玩游戏啊 然后跟我弟有时候会容易生气 你生气你会什么表现呢 呃就我跟我弟就是 因为我很很依赖他 很想跟他玩 然后他就不喜欢 没有那么想跟你玩 对对对 然后我就就会有时候就会说 你看哦 你跟你朋友就就玩 你跟我我就不玩 这就算生气了 呃你是是撒娇 是吧 音量也是这样吗 音量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我可能有时候就会 当着我妈的面 你看我妈的面 你看他跟他就玩 他跟我就不玩 我就这样子 那你不会挨七一步吗 就从小就这样吗 呃小学的时候有时候 偶尔 但是我感觉我就是这一生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好人 嗯 哦幸福啊 没有 那你会 比如说别人找你干点啥 不好意思拒绝 哦我就是那种特别不好意思拒绝人的 我从来不会拒绝人 有没有答应过别人相对比较什么离谱的那种请求 离谱 我有过就是朋友就是类似那种电开业 然后要我拿着横幅录ID 哈哈哈 你录了吗 录了 如果这个要求你实在不想同意 你会怎么回应他 我想一下如果实在不同意 我倒也没有遇到过非常过分的那种 就是基本上 可能我我更更不会的就是当面拒绝我是最不会 我想给你借10万块钱 哈哈哈 反正就是 行哈哈哈 反正吴依哥马上就要同意了 哈哈哈 我想掏出手机 所以有时候工作人员跟我当面聊我就很慌因为 我也是 啊 我我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当面可能先先好 然后后面 回去之后回房间之后我就 那个 我可能就会给他发发个信息 那个对对对就是再再斟酌一下这样子 那那你麻烦别人那时候你会 像比如说你这样就像发歌这种啊 嗯 你会不好意思吗 我会啊 所以我不是打了好长吗 就是 是很难 其实张不开那个嘴 张不开那个嘴 但你又不好意思让同就是 你肯定不能让同 你只能是自己去 那我这次你们 我是不是我们同事团队找的 就是让大家发那些专门 微博吗 对 微博是因为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有宣发点的 那同一个某一个时间我们想要一个热度 但这个事我是不知道的 那不所谓啊 然后第二天我就发现 哎怎么好朋友设施都发了 对啊 但我觉得这一定不是自然行为 我后来问过一些人了 嗯 我说是哪方势力 他说哈哈你团队要发 哈哈哈哈 但没有我发现毛老师发歌或者是 有一些人发歌 真的是我朋友很多 包括艺人 真的是自来转 哎我带游戏来了 你游戏来了 啊 真的 你游戏游戏啊 做这个游戏 桌游吗 你知道小乌龟游戏吗 乌龟对对碰 就对 就是直播的 全红产喜欢的那个乌龟吗 对对对对 但我只知道他喜欢乌龟 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玩 对对 哦这个你也都买了 好像是 绑手上了是吧 对 反正我看现在的主播 都喜欢 都戴这个 对对对 感觉厉害点 你那么死 行吗 你看你带着这卷 哎呀好了 排涛哥 我看人家绑是绑一圈 你这个真的真是受伤了 哈哈哈哈 绑一圈是 你就就就那个意思 哎你这特别像 因为我妈以前做过那个收银 像点钱的 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 这啥呀 来我们每个人初始是十个小乌龟 运气好的话 比如说十个加 就比如十二三个 但是有的如果运气很好的话 你就会拥有更多更多更多 我说了 我说了 但是小明没说了 没说了 没完全没听 没说了 啥是家呀 没说了 就是家就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嘛 是是是 行 来 我们现在整个 我一点没听懂 来 我们这样 我们先 我们先试一次嘛 行 好吧 先你没听懂嘛 没听懂 那就你先来 行 好吧 好 是你是 像他俩听懂了是嘞 哈哈哈哈 你是十个起 行 你呢现在呢 可以选一个小乌龟的颜色 好 选选一个小乌龟的颜色 我要这个紫色 紫色 好 当出现紫色小乌龟的时候 嗯 我就会多给你一大 如果两个一样的就是碰 我就会再多给你一大 然后如果三个连都一块了 就是我会再给你三大 嗯 然后如果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就清台了 我就会给你五大 嗯 不 哼 啊 我最终我我我通过这个游戏 能获得最大的结果和收益是什么 他就是嗯 解压 啊 我